早晨,各位,很久不見了 自然周機好像隔了,也一段時間沒有出 咦,我好像過得及,當我放在中間便會轉燈 各位,要有經驗,要放車,要很熟悉的燈 這些時間才能取得對 其實立即做了壞榜 這集是自然周機 今天先跟大家談談故事 今天有甚麼談呢 我發現,前陣子因為太忙 我完全沒有開啟 IG 訊息 不容許我過這裏 拍攝這裏這麼可愛 我前陣子因為太忙,所以完全沒有開啟 IG 訊息 每一集的留言,我都接近沒有回覆 之後,在前一兩天,我終於有了一點時間 自己回覆一下 IG 訊息和留言 我發覺,好像近來都比較多人考試終於過程 或者考試終於肥腦了 我就在想,好像這個時間不錯 好啊,不如我就說說一些關於學車 或者肥了學車的事情 既然近來有觀眾去到這個階段 再跟大家聊聊聊聊故事 這麼有趣,我聽到有些聲音 稍後看看 但因為時間關係,我今天還是沒有放360 CAM 因為我應該沒有時間去把360 CAM 剪片 所以我就會直接用GoPro 來做第一身的視覺 今集的自然之宇宙 而且路都比較悶 走回我們最原始的路 天色都不是特別漂亮的 你是好像看不到藍天的了 隱約見到一點點 真慘啊,11月都下雨打風 世界變了,世界變了 11月可能會打仗呢 不知道會不會呢 Touchwood,touchwood,touchwood 有沒有wood,好像沒有wood 今天就糟糕了,今次應驗了 好,繼續說回先 學牌去... 由學車拿到學牌 再加一邊P牌這個過程 我覺得大家是會經歷一堆心路歷程的 尤其是,我們由最原始說回先 如果各位觀眾們 親愛的觀眾們 如果你是最近開始報名 排著強制市排到下年的話呢 恭喜你,你給點耐性吧 我覺得這個過程是必經階段來的 我都記得當時呢 我自己剛剛去排強制市的時候呢 那個心情是比較興奮的 但是因為時間比較長呢 我當時開始做些什麼動作呢 就可能會自己留意一下 有什麼電單車啊 有什麼電單車我之後想開啊 我第一輛車應該會買什麼車啊 二手市場有沒有這個格啊 之後,找一些裝備啊 頭盔有什麼漂亮啊 有什麼要注意啊 之後可能是個人裝備手套啊 這些啊 或者我可能當時會看到 有沒有什麼電單車格是適合用啊 因為我知道危險啊 所以是不是都先穿好 雖然我看到香港好像很少人穿鴿 總之,這些一連串的預備功夫呢 你可能會花很多心思考在上面 我覺得是好事來的 你有這個動作是會延伸到 你一個叫什麼 你這份熱誠去考牌的 你要記住 因為我都不停地提到 很多位師兄、師弟師妹們呢 幫他們去報了一輛車 直到你拿到P牌 中途這年多或者兩年、三年時間呢 如果不幸運是三、四年時間的話 你是會遇到很多人反對你的 可能是你身邊朋友知道你考車啦 可能是你身邊朋友知道你剛剛肥了老 第一次強制止 總之這一段期間呢 你是要敵過的 就是很多自己的心魔啦 哎呀,是不是我不適合考電單車呢 還有自己的武害性 哎呀,好像有時間才考 不如算吧,我放棄吧 還有身邊的朋友去 去反對你考考電單車的這件事 這個過程是最難過的 你問我的話 回想一下,我還是先走這邊 我還是不會過這輛運泥車的 我還是先走慢線 這個過程呢,是挑戰自己的內心世界的 因為很多人呢 我認識的,起碼我本身認識的朋友呢 有一群都在這個過程中 決定放棄 不學電單車 是很慘的 我覺得整件事很可悲的 因為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的 我覺得 從拍出有點遲的 你的熱戀期越激烈呢 你通常呢 之後平淡回的時候呢 對比反差是越大的 什麼意思呢 就好像你對電單車期望越高呢 我就行了,我一年後才可以考電單車了 你的情緒越高昂呢 你之後平淡回來的對比也大 可能你會有一個想法就是 哦,都不是很特別的 電單車都好像很危險呢 哎呀,很多事情麻煩了 上班又忙 算了,不如遲些才考吧 這些想法呢 是會走出來的 所以可以做些什麼呢 堅持著那麼多 看看多些youtube的電單車相關 知識或者無聊片 我覺得你會有份熱誠去撐住 是的 如果你有幸考了試 好帥啊,師兄 如果你有幸考了試 之後肥佬的話呢 我就覺得 都是堅持著 這個心態我可以代入到一點點 因為我當時去第一次考私家車牌 車牌自動波的時候 走回個人這邊先 我都經歷過肥佬的 就是有一個衷心 就是有一個期望就是 可以過了今天考試 我就終於可以變P牌了 那我就可以考慮出車 或者可以開車出街了 如果你家裡有車的話 這些心態是很開心的 我覺得 但是當你失敗了 你要等多差不多一年呢 那下落差都很大 我曾經都差一點 因為這樣而放棄 考私家車第二次的 我記得 但是都有一句 你要堅持著這段片 這段片 我十幾分鐘的自然指揮 主修記者跟你們說 在經歷這個階段的師弟師妹們說 不要放棄 你要捱柱 找些東西記託一下 你的精神記託 不要完全地放在汗車上 會容易過一點的 分一下心呢 簡單一點說 就好像拍拖失戀一樣 分一下心 你要對外城還有希望 給它下一次機會 今天很大風啊 希望我的麥克風沒有聲音 好 如果你是有幸 已經過了強勢市 變了學牌 亦有幸去P牌的話 那就恭喜你了 各位 我看到有些師兄 有PM在IG message 跟我說他終於 終於Pass了 有些人好像已經去到 拿車的階段 如果大家有幸去到 拿車或準備拿車的階段 就讓我先過這裏 後面好像很多車 小Monkey 是有夠力去過這些大貨車的 先去慢線 好 先說回 如果大家是有幸去到 已經準備拿車的階段的話 那就恭喜大家 因為我覺得 你拿車的階段 在你駕駛電單車的生涯裡面 差不多是 數一數二最開心的經歷來的 但尤其是未準備拿車的期間 那種興奮度 我覺得是大家最應該留念的 如果大家記得我之前說過這件事 就是因為 那種感覺亦都好像拍拖 你準備拍拖 就和對方一起 甚至好像準備 或者你和對方正式一起 第一次出街 打算第一次去看電影 第一次約會 那些感覺是非常甜蜜 因為很多事情都是你自己 FF出來 再加上你之前做的所有準備功夫 終於可以落實了 你終於可以帶你買的頭盔 你終於可以穿你買的甲 你終於可以帶你買的手套 所有東西終於放在一起 那一刻感覺是 是頗開心的 我覺得 各位施勵師妹們 去到這個階段 好好記住這種感覺 因為呢 當你拿了人生第一輛車之後 下一個階段 就開始有點不同了 是啊 如果我個人經歷去做例子的話 你拿了人生第一輛車之後 都會有一個動物月期的 你都會發覺 駕駛電單車很棒 很開心啊 可以到處走 終於可以駕駛上班啊 卡卡卡卡這些東西 但是 下一個階段 在我印象中 或者我個人覺得 就是 終於明白電單車有多不方便 那一下了 其實 不要理解錯 我覺得電單車是很方便的 但我覺得 你對於電單車的那些 真實的不方便的位置 就會在這個時候 呈現出來的 有些什麼例子呢 我也想過的 怎樣說呢 例如 大家不要走影線 電單車是沒有權力走影線的 記住大家不要學啊 我是攝車的 好好 好害怕啊 未轉綠燈的應該 未轉綠燈 我跪在這裡先 不好意思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好 剛才說什麼 對了 對了 當你拿了車之後呢 開始就出現一個情況 我有什麼 真實例子 反映這個感覺呢 就是 我剛剛駕駛哈里的時候 正正就是我可以周圍走 之後我就發覺 咦 好煩 我頭盔是一個問題來的 每一次下車我都會想 頭盔放在哪裡 而當時我沒有背包 我就把頭盔放在電單車上 之後 有一次被人偷了頭盔 如果大家有這個印象 我把頭盔放在車上 之後頭盔就被人偷了 真可憐 之後就會這些 開始一連串的 不方便的東西走出來 例如 例如還有一些什麼呢 很熱 駕駛 之後夏天駕駛出汗 之後出汗的時候 回到公司 你還要發覺 整身都是一陣汗味 之後頭會塌 會曬黑 你的手會變兩折色 這些所謂的輕微的 叫什麼 英文叫Inconvenience 或者叫小小的不方便 或者駕駛的小小的不好處 就會開始流露出來 再加上你駕駛得久 開始就會有一個情況 尤其是如果你的車 買了多過一年 你就會開始續排費 保險 如果你第一次做這個動作 你可能更加不懂做 如果你的車是買回來 是上會買的話 可能你又更加不知道 應該要做些什麼 因為你不是自己去做排費 是有人幫你做 但是你要找那個機構去 做很多很多很麻煩的事情 之後 對了 就會從這個感覺出來 你就會發覺 原來養一輛車 是有責任和有愛在裏面的 這個感覺就好像拍拖一樣 當你拍拖 拍到不好意思 你多個掣吧 當你拍拖 拍到一會兒 熱戀期開始過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原來對方是會發脾氣的 原來我到時 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些什麼 他會發脾氣 這些小問題 是拍拖之間相處的事情 過往女神的影像 開始變得不是女神的時候 就變回一個平凡人了 這個過程都是必經階段 其實 再開始 一些位置 當你開始熟悉的車 原來我養一輛車是這樣的 要換機油 這些維修 可能你會變成一批 會自己會弄車的人 有些師兄師姐 去到這個階段 會自己學會弄車 那是好事來的 因為你可能發覺 你之後會比較容易打你 如果像我這樣 你是沒有學會弄車 你是繼續找人弄車的話 這個階段 大家經歷的 都會經歷這個階段 但是過的感覺 過的方法 就不一樣了 好 當你開始 車都熟悉的時候 就去到下一個階段 我覺得 我想到的是這個階段 就是跌車了 跌車是大家一定會的 我都幾肯定 大家如果駕駛電單車的生涯 便是肯定會跌車的 你不可能不跌車的 我覺得 就算你再小心也好 總會一兩次那些 那些偶爾不小心呢 是啊 那些不小心的位置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那次不小心呢 就跌了車 零速跌車 完全停在那裏跌車 可以發生啦 謝謝 走開炒車 好像我弟弟那樣 可以發生啦 但是你總會有跌車的一刻 好像我說過 是一定會跌的 電單車設計出來 一定會跌車的 感覺就好像拍拖一樣 就是 就是 你總會經歷失戀 總會經歷分手的 通常跌了車 或發生意外之後 很多人都會覺得 哎呀 跌單車好像很危險啊 因為那一刻真的害怕 你可能 通常 我遇過一些朋友 或者我自己都試過類似 就是 你決定那個星期 不開電單車啦 哈哈 冷靜點 平淡下來先啦 就好像 當你失戀之後 你痛過很痛之後呢 你就會想 哎呀 還是冷靜點 單身一下先啦 是的 拍拖這些事情 最終都可能很痛苦的 如果你失戀的話 即是說是這麼說 如果你很不幸 經歷到這件事的話 就 是的 就會有這個階段出來的 哦 好可惜今天沒有骨位 Touchwood Touchwood 是的 Touchwood 我今年已經被人抄了12張牛肉乾了 我計算過 如果我被人抄了30張還是32張 每張320的話 政府那一萬元就正式拿走了 有時候我想 不如你直接拿走我那一萬元之後 放過我的車吧 說著說 大概是不會這樣做的 對了 說到跌車那一刻 就是跌車的重苦 你就開始要接受你的車子 會有瑕疵 就像我這隻牛角一樣 小貓傑的牛角 是的 這些位置呢 就是最貼地的位置 但是呢 我也想帶大家新手門提出 給大家知道 就是 通常你剛剛跑多排 你只顧著P排出街開車 你記憶性很高 你很怕炒車 你很怕哪些車會不會再賣 這些感覺呢 是你應該開車裡面 最安全的時刻來的 因為通常呢 有些研究都說呢 當你開車 駕到久了 開始對車有信心 對自己有信心的時候呢 是最容易犯錯 出錯 去發生意外的 因為你警覺性低了 以及你駕得魯莽了 但如果反過來 你剛剛下了一段時間 你感覺性很高 你很怕 你不太熟悉馬路環境 你全部都警戚的話呢 那段期間你是最安全的 是的 最好的就是 拿到平衡點開始 你習慣了一輛車了 亦都同時可以享受到駕駛的感覺 那種自由 那種開心 那種快樂 那種快樂 這個平衡點是最重要的 大家保持到最好的 其實 大概就是這樣咯 今天的自然治療周期 在這個位置呢 其實有一點點 其實我路海中的這個 topic 可以說很多話的 但我發覺原來 我的程度是不夠說的 還有當我任務了貓子的時候 我還是想到什麼說什麼呢 是的 但是就是這樣 多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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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拜拜 拜拜